台南高雄民眾這些農民 很委託 因為這是不能怪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就是主張 不需要跟中國交流 不需要跟大陸交流 不需要跟大陸買賣 所以民進黨這些民意代表 國會議員 他們農總不願意 替農民去打通路 國民黨執政這八年 比較有些不分苦的立委 替他們成縣 他們選 我身為台南市的議員理議 所以他們現在說 我過去賣鳳梨 我賣兩萬三千 三千檔的鳳梨 我一個選報這個消息 我過去沒有在說 我們就做 做 點點做 農民可以賺錢 讓他們去對吃農民多賺錢 這我們做得到 他說我就是買辦 什麼去中國朝聖 農民沒飯吃 你說我是這樣 我也吞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如果是中午賺錢 今天這個過節就賣不到 我們是給這個通路上 來跟農民說 我帶他們去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節目做過 那個鳳梨爬的 好到像我一樣 只賣鳳梨一年後 要兩千萬 你想說 你臺灣的農民 看多可憐 賣五十家鳳梨在大手 然後要跟兩千萬 一年喔 那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農產 山蕭制度 沒辦法保障他們 所以我今年 月娶我帶我帶他們 別的兒子 我說沒有你派一個代表 他們學生對我去 我讓他們蓋這個通路上吃 我們是在賣鳳梨 做本人找通路 讓他們顧得到 農民、農民 大家感動到老百姓 你還要繼續把我抹黑 跟抹紅 我不在意 因為我知道農民、農民 要什麼 他只希望他一年辛苦 正做起來的 過節有通路 我夠收過 我們是希望幫忙 他說你工作如果不三十 我可以幫你賣三十一 沒有也幫你賣三十 這樣大小的時候 不然我也二八塊給你吐掉 農民真清楚 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他們讓我帶他們出去 這樣他感動到